请收看 贵律法师 薄写讲座 了别为四 什么叫了别为四呢 分别 有分别的能力 那么就是意识 即使为净 即使为净 其实凡夫大部分都记住这个境界 是实在的 所以这个轻辩论师 就简单的 简单的 来对凡夫 破除他的观念 说真理立心静共为真空 真理是站在空性讲的 心也空 静也空 俗地是立为静 不是 轻辩论师 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么他方便立这个真理 就真实性来讲 心跟静是空的 就世间人来讲的话 确实有境界 确实只有境界 那么是是看不到的吗 好 注意看一 银河明心 心则集起义 什么就是心 心就是有集起 去收集的一切资料 是说能够集出种子 起出现形 孕育在这个种子 八色田中 碰到外缘 会起这个现形 叫做心 如果但就能原力之意而言 能原力就是能够攀援 施力的角度来讲 八色都可明心 眼是 耳是 鼻舌身 以摩纳阿拉也是都有原力的 这个能力 但是就集起来讲的话 那么只有第八意识 可以叫做心 为什么呢 因为第八意识 能够集出种子 起出现形 就像仓库 储存一切的物品一样 第二 了别为事 如果但就明了分别境界的道理来说 八色都可以叫做事 但就明了 分别境界来讲 八色都有分别境界的能力 若就了别粗显的境界来讲 那么就只有前六事可明为事 为什么呢 因为前六事 可以了别 色身相会触法的六成 这个比较粗糙的境界 详细来说 也就是前五事 只能了别自敬意识 什么叫自敬意识 就是眼睛只能了别色成 耳朵只能了别生成 但是第六意识 就不是这种能力了 第六意识 能够了别前五事 所了别 以及未了之境界 为什么呢 前五所了 前五事 眼睛看色成 他第六意识 也产生分别 可是呢 前五事所未能了的 那比如说 自我意识 或者梦中意识 那么前五事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前五事 选能了别的 那一粗显的境界 前五事没有办法的 就留给第六意识 但了别的 其境界出 那第六意识的境界 也是初显的 比如说眼观色 耳闻声 包括意识 言一切法 都是初显意识的 比如说我现在啊 想象啊 什么啊 我的观念是怎么样啊 我感觉很幸福啊 或者觉得你很好啊 你很坏啊 这种花很漂亮啊 这为事研读班很好 这个都是初显的 第六意识的 自我分别 但是我们晚上睡觉了 在梦境里面 执着自己的我 没有发觉 我们晚上睡觉了 这个细胞在变化了 我们没有发觉 指甲在长大了 成长没有发现 我们的头发变长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发觉 这个就是 唯细意识 就非凡夫所能觉察 初显的前六事 我们有办法 所以不像是第八 第七所了别的境界 都是唯细难知的 第三 即时为境 是说凡夫基督这个境界 唯实在的 第四 轻便论识 我们必须要对他了解一下 这是佛灭住以后 一千一百年 跟护法论识同时的 佛教的大德 就是跟护法论识 护法论识 那么就是唯一世学的贡献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论识 我们现在所讲的 大部分都是根据 护法论识的 唯一世的观点来讲的 这个听变论识 为了破除顺势外道 以及 这个邪说 谬论 顺势外道 后面有讲到 因此就做一个 真理跟俗理 两种说法 所以俗理 是顺从世间的反复 迷了 你说世间是真的 好了 世间就讲真的 境界是实在的 他就跟你讲真实在的 真理是甚至所见 他是屡于希望的分别跟执着 他的道理是决定真实的 清辩论识 在真理当中 就立这个心跟静 同样是空的 那么一书地中 就立这个为静无事 附和你世间人 无人 我们众生 就他世俗地来看 确实是跟为是邪 所主张的 为是无静 这道理是对立的 为是是讲 只有心在作用 静就是你自己 无死皆来 业力所变化出来的 其实你叛言境界 就是叛言你的心 你享受外境 也是你的心在享受 并没有真正的外境 所以跟为是邪 为是无静 这个道理是互相对立的 因为 因此 就在这个印度 兴起这个空跟有的两个中块 来争论 其实清辩论识 为一尽无事地说 只是暂时 随凡俗迷情之见解 只是为了付出邪见 那说法 来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 就像一个工人来问我 师父 归一 可以不可以喝酒 我跟他讲 可以 方便 你跟他讲 归一以后 不能够喝酒 他才不干呢 他才不来了 他怎么会来归一呢 所以有时候 法师的 这个度众生 凡夫俗迟 不知道 不能随便攻击 不能随便错觉 法师 有法师的用心良苦 所以 唐朝的义境三藏 在南海纪归传上 描述印度的大圣说 所说的大圣 那不过是两种 一个是宗观 那么就是般若的空中 一个是于全世帝论 那么就是为世的有宗 那么宗观 则属有 真空 体虚如患 体虚如患 瑜伽 瑜伽 就是外无内有 外面的境界是没有 而里面的事是有 事皆为事 这个都是 尊 贤尊圣教 这个统统是遵守 佛陀的圣教 谁是谁非 都是不要争论 同气捏盘 何真何畏 没有所谓的真 也没有所谓的畏 意识 最重要的 通通是在断除众生的 烦托 烦恼 罚寂众生 不应该 分淫 来争执 重真 这个成结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 个人 弘扬个人的 弘扬禅宗的 我们赞叹 弘扬密宗的 我们赞叹 弘扬律宗的 我们也赞叹 弘扬净宗的 我们也赞叹 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学信徒宗的 就会帮人家 密宗的不好 禅宗不好 不可以这样子 哪一宗都是佛讲的 都是好的 一知可知 空有二宗 本来就是一家 同样 都是破除众生的执着 同样 也是接引众生的方便法门 后辈的邪托 实在是不必要在 笔墨的争论 以免自脑脑差 徒生困惑 顺势外道 是佛在世的时候 有这个顺势外道 什么叫顺势外道呢 执着的地水火风 是世大 极为常识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极为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间的元素 有一个极为 极为的构成 一定有 不能讲没有 佛教讲是空的 是为世所造 那么这个顺势外道 就是这个极为的东西 一定存在 就是我们分割到 不能分 设法分割到 最维系的 不能再切割 他的主张 以否定圣教 拒绝道德 涂满肉体的欲望 为目的 唱极端的物质的快乐 那么就顺势外道 就像今天的 唯物论一样的 第五 就是真属恶地 真地言空 俗地讲有 真地讲性 俗地讲像 所以啊 二地融通 三昧印 就是说 一个悟道的人呢 他的真地也好 俗地也好 都是空性的 都是进入三昧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不离相 不排斥相 不要拒绝这个 像的存在 也不要 追逐这个像 拒绝相而求 如是之人 累积不得见性 俱相而求性 那简直是 树上求鱼 了不可得 树上没有鱼呢 所以不急 不离 才是真属恶地的 究竟本来面目 要见性 不恶六成 不能讨厌这个六成 你想要见性 不能离开这个像 也不能拒绝这个像 但是也不能追求这个像 追求这个像 就变成执着 而离开这个像 也是执着 哎呀这个外面不好的 我拼命地排斥 这个境界不好的 我拼命地排斥 那也不能见性 见性就是说 来者不去 去者不留 谁也能得自在 就是这种功夫 研究为是 你的幸福 才有办法建立 不认识佛法的人 所谓的幸福 都是空凡的 不能究竟解决的人 解决人生 二十七月 二十六月 剩下一点点 二十六月 住三 五句启示 五句启示 就是前五四 要起现行 要有所作用 必须具足条件 就是外缘 那么还有就是内在 必须根据 分别一 染 静一 跟根本一 所以五句启示 就是五四 要起作用的时候 它必须要 具备着多种条件 那么它必须根据 有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七意识的 执着 就是染静 第八意识的根本 那么为什么讲分别一呢 为什么讲染静一呢 为什么讲根本一呢 这个一 就是一种 靠着分别的力量 如果前五四 没有靠着分别的力量 那么 孔老夫子讲 说信不在焉 似而不 不见 听而 不闻 识而不知 其位 因为这个没有分别 就 就几乎停顿作用了 染静一 这个染 就是所谓的恶业 恶业 静 那就是所谓的善业 简单讲 就是说 你不管是造恶 或者是造善 除了第六意识的分别 以外 它还必须加着一个执着 哦 我在做善事 或者是说 自己控制不住这个情欲 去造恶业 这个叫染 所以这个分别一 要倒回来它 倒回来读 就是依着分别 依靠着分别 这个作用 染静 就是依靠着染静 因为第七识是一种执着的 这简单讲 第七识 是用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 而且你永远会记住的 简单讲 就是 永恒的对立 第七识 就是永恒的对立 它把善跟恶 分成两边 不能清楚平等 所以第七识 转第七识 就变成平等性质 这个第七识 是很麻烦的 所以只要是渊源于我慢 这个我慢 就是我不揣你 那么就强烈的高低 贫富 善恶 空有 这个永恒的对立 就是第七识的特质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我之 这种我之 一直存在在深入的潜意识 意识形态里面 一直不是我们凡夫 所能断除的 要断除这个 这个第七识的 我法二识 这必须到精刚力 那必须到实体菩萨 那么第七识消失了 那也就没有第八识 所以七八识 第七识消失的执着 第八识就是有剩下 大圆镜子这个名词 因为第七识是一种 强烈的我法二识 又是非常维系的 友情啊 都一直昏迷在这个执着里面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 菩萨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为什么有这些像 简单讲 就是第七识的强烈存在 这种第七识的强烈对立 会造成无量无边的痛苦 无量无边的痛苦 修行应该在第七识 好好地下一番解脱 为什么会无量无边的痛苦 先生不能包容太太 男女朋友的争吵 私徒之间的不目 国家国王大臣之间的彼此的臭 都是什么 都是个第七意识的 燃油我的强烈自我意识的观念 这个第七意识的自我观念 会随着个人的教育 也增强 一个人没有受过佛法 熏许的人 疏独的夜多 这个第七意识的作用 就越强烈 他学习世间的学问 自己认为 有才有能 他不认为不需要靠别人 他领着固烈的才干 傲视群雄 所以第七意识 自古以来败在第七意识的 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当一个国王 就目空一切 比如说你一个亿的收入 几万块 你是这个地方的经理或老板 就瞧不起员工 再来 我一切的享受都以我个人为主 那么一切的员工 不管他不要照顾他 那也是我之 这个到哪里 就是第七意识的强烈的 这个对立 所以 要 要降服这个心 降世超 降服第六意识 降服第七意识 比降服第六意识更重要 更重要 第七意识就直 这个直你放不下 你的苦就不断了 一切的痛苦就是一个字 直你不肯放下 一切的痛苦 你是不是 你慢慢的回光 一切的痛苦就是这个字直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我们要学习包容 宽恕 跟我们意见不同的 我们一定要包容它 再来 尤其讲话要特别的谦虚 还有 我现在要学习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就是诚恳 我都曾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家里请客 而待客不成 那么你所摆在那个地方的东西 都是虚设的 朋友来到你家 除了东西的享用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诚恳 诚恳是有生命的 诚恳运用在任何一个人都会被你感动的 那种力量 哪怕说你早上问他 你吃过早餐了吗 有早餐了吗 有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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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诚意 促诚会感动一个人 大部分我们因为有燃油 我跑而止 比如说男孩子 他带人也会很坚诚的 为什么会坚诚 因为他喜欢上那个漂亮的女孩子 他就对他非常的好 很坚诚 他就跟娘 要你带死 你看我 我要给你看 很小 我们以前那种红甲大学的时候 一到晚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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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是不是 画面全部站干 都是像小弟哥 去骑个一百点 要等 骑个一百 要等 有时候 有时候 因为我为了佛学师的事情 那么 我去过一次 佛学师的事情 去联络这些民众 那我看他们在等 我不要 我跑到别的 比较偏僻的地方去 因为他们都叫我林老师 教他们佛法 我看 坐在隔壁的 哎呀 那个男子 男孩子就拼命的 我是对你的多么好 哎呀 我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我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我看那个女孩子 我长得蛮漂亮的 这男孩子的聪明就是好色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不过漂亮的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你怎么乱干 无扯 就是 我们这个我 他就想战友 他 想打动他 想打动他 想尽些办法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好动不要命 好色不顾病 你懂吗 好多不要命 不顾命 好多不顾命 好色不要 不顾命 不顾病 所以这个人 你好色你什么都是乱盖 盖的一大套 这个还是一种卧子 所以我们最难断的 也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次 我带人家都很诚恳 有个女孩子 他误会了 误会了 结果 他 另外有男朋友 他怕伤害到我的自尊 结果毕业的时候 送我一把扇子 说我们两个要扇 神经病 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意思 你拿那把扇子给我干什么 自作多情 你赛什么 笑死人 我如果没有我 也不会带你 笑死人 自己挤得那么大块 就是说 我们对于好 就是我们爱 我说 这女孩 也不会对于太好了 有时候 你觉得太好了 他就误会了 这个也是一种卧子 这个女孩子 也是一种卧子 这个女孩子 真的 走过去 那个男孩子 然后他就会说 我昨天过去 他给我吹口哨 你说你怎么样 我妈他死鬼 我其实他高兴得不得了 就跟他走去看看 我跟他这么漂亮 这人哭哨 老板我都不要用口哨 我用放肥 你还给 哎呀 你还不值得一提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有我之的存在 男孩子你不要一直感觉着你的生命观里面也多了不起 你还是你不要因为你是美貌 你貌如天仙 你是怎么样子 这个都是虚妄的东西 虚妄的东西 所以应光大师很呵斥 应光大师很呵斥 一个将军跑去寺庙里面吃饭 吃就吃 剩下那几粒米就不给他吃完 有的人有一种毛病 反正吃饭都是留一点点饭力在这个碗里面 应光大师就呵斥他 对不对 你这个将军 你有多大的福报啊 怎样呵斥他 这个将军很惭愧 很惭愧 他有支持心 赶快就改过 赶快就改过 所以狂妄 同学们你要记住 我现在告诉你一句话 用虚虚的态度 也可以让人家了解你 用狂妄的态度 也可以让人家了解你 但是两种的了解会完全不同 我们为什么不牵冲 不字幕 众人你真的有那种了不起的地方 那你也不需要这样狂 透过谦虚 可以让人家更赞叹你 所以 第七是 只有用一个字可以破除 那就是谦虚 你什么都谦虚 什么都 我们要讲你很大的功能 你不要接受这个功能 全虚可以破除第七意识 再来就是根本意 那么根本意就是 前七转世必须要依靠的 谁都必须依靠第八意识的根本 那就是根本 所以前五世要起来 必须有分别意 染经意跟根本意 根本意是根生气界种主 那没有根本意的 什么都免谈呢 好 所以再看 二十七页 二十七页这个表格 就是眼睛 要看得见 必须要具足九种条件 九元 就是要九种条件 眼睛才看得到 第一个 第一个 空 空就是距离 眼睛必须要有一点点距离 恰到好处的距离 才能够看得到 你曾经看过 有人看书这样看的吗 这个没有距离 这个没有距离 你能看书吗 没有 必须要有距离 眼睛第二个条件 必须要有明 那就是要光线 必须要有光线 第三个 必须借着这个根 眼根 依靠着眼根 第四个条件 眼睛必须这样的境界 有外景 眼睛才能看 你没有外景 眼睛看什么 好 眼睛必须有皱意 这个皱意 是哪一个都必须要存在的 你不皱意 眼睛必须生意 莫拉阿拉也通通不作用 所以这个皱意 谁都逃不掉的 必须要有皱意 皱意 那就是说 注意 去对立这个境界的一个分别 皱意 再来分别一 那么就是第六意识 眼根 必须这样子分别 也就是第六意识 染静 就是第七意识 根本一 就是第八意识 那么 眼睛必须有分别 加上一层直走 还必须是来自第八意识的 一切的 种子 所以最后 我学个种子识 这个种子识跟 根本识 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根本识 是指第八意识 那么种子 就是隐藏在第八意识的 还没有起现形的 叫做种子 起现形的 叫做为事 万法 为事 这是指已经起现形的 比如说根深 气界 这个已经起现形的 叫做为事 没有起现形的 就是种子 就是还蕴藏在 蕴藏在 这个第八意识的 那么根要起作用 必须有种子 眼的种子 所以我说眼而鼻舌身 异 那么这个十八戒 十八戒各有各的种子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 是必须有种子 眼的种子 好了 经过了这么样九种条件 眼睛 才能看得见 耳呢 耳 必须有距离 耳 耳朵不需要有光线 所以这个鸣 底下就没有打勾啊 就是不需要借着这个光线的条件 耳朵就可以听 你白天也可以听到声音吗 你在黑夜黑漆漆的声音里面 他也可以听到声音吗 那么耳朵 借着耳根 耳朵 做一分别染 耳朵根本种子 所以耳朵是必须经过八种因缘 凑合 耳朵才听得清楚 那么鼻呢 鼻子 说空 鼻子不能有距离啊 你鼻子有距离 你碰不到鼻子里面的黏目 你怎么闻得到呢 你比如说 黑牛白眼前放到台北去 然后你在高雄闻 你闻得到啊 啊 或是我们点的檀香 在讲堂点了 然后你跑到屏东去 你闻得到这个香吗 距离太远了 所以现在第三个鼻子 这个空 就跟我们那个空距离又不太一样的意思 这个鼻子在这里空就表示要接触的意思 要踏取的意思 不能够不踏取 你空有距离 就踏取不到这个鼻年末 你怕踏取不到鼻年末 它怎么闻到这个香臭的东西啊 所以这里的空又不能够解释距离了 就要解释出接触 简单讲 鼻子必须要接触 不能有空 不能说不接触 鼻子 鼻子 闻什么香味 还要光线吗 感觉 光线的 屏下的香 啊 更来 舌头 嗯 舌头那就更不要讲了 舌头有距离 你怎么吃呢 嗯 那个饼干这样子 好吃 嗯 真的好吃 嗯 好吃 为什么 你怎么没挖到呢 有空 舌头不能有空啊 有距离 有距离 你怎么吃呢 它一定要塞接近 直接接触到这个 这个舌头 你才能吃得到东西嘛 吃东西不需要光线 那这光线 吃东西需要光线 那咖啡厅怎么办呢 咖啡厅 你怎么拿农地平安下去 到那里都没有经济观 农地就暗闷闷的地方 制造这个气氛 我常常讲哦 这个都是谈恋爱的一种心理作用 人的心理作用 你说 这个佛教讲的实在是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一切你说谈恋爱来讲的话 你说对方 这个女性你本来就认识她 而且她很漂亮 而且你很合你的意思 对不对 你来喝咖啡 然后用个吸管 因为你早就知道她 那是你喜欢的对象 所以那种心理 人不自明 色不明人自明 你已经自己自我逃出了 她太漂亮了 你一直欣赏她 电灯关得暗暗的 你就会觉得她很好看 很好看 所以你详细想去touch到耳 对不对 那我现在啊 选十个 九个都是 妙子还不错 我一般的金刚夫 还会老孙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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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蒙古镇的 那个女孩子 还是说神经病的女孩子 好 那我选那个十个 那个身材跟着女朋友 一模一样的 然后每一个人都穿裤袜 电点也看不清楚就对了 然后把电灯全部关掉 一个人伸一只腿出来 这十只其中一个是你女朋友的 我才不相信 说你外面 每天都同样 你的心里已经 丧失了一个强烈的对象的时候 对不对 你那么敢吃 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说 贪这个恋爱 也是完全是心里的这作用 你懂吗 还是心里的作用 还是心里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 人很习惯 所以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 佛教讲要建立这个信心 你为什么 在家其实不能造口 也去毁谤三宝 这个会断众生的灰命 他本来要来听课 你给他洗脑 讲了那法师的坏话 这个本来还没有接触到 他就断掉这个因缘 人的信很重要的 信很重要的 所以说你杀父杀母的罪 是罪很重 而且你杀掉众生的灰命 就更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不要对一个 有信心的在家居士 去胡在他面前 去讲三宝的过失 这样子会动摇他的信心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三宝再坏 有一些缺点 就是讲的是真理 政治正见 对不对 毕竟有我们依循的真理 他个人坏 他个人复应过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告诉你 佛法的唯一是 可以运用在每一个时间 跟空间的立场上 心的作用 还是最强烈的东西 所以啊 其实我们跟自己在谈恋爱 不是在跟对方谈恋爱 自己跟自己 因为你欣赏他 你的内心承认他 当有一天你不欣赏他的时候 你不承认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魅力了 其实有没有还是发生 你内心里面的东西 舌头 那就不必有空跟明 身体呢 身体也不能有距离跟明 不必用不着这个空 你总不能就替一个人按摩 然后离了两三尺 离了两三尺 然后就在空虚空这样按摩 舒服不舒服啊 你没有碰到他身体 怎么有作用呢 所以这个空这个距离 对身来讲的不能有距离 而且不必有光线 有距离的话 他只是碰不到身体 意 那么就是分别 第六意思的分别 就只有具足这个五元 第六意思 意 那必须有根 必须有根 那么意根就是指 第七意思 所以言而鼻子身 的语言比较多 那么第六意思的意 然后脏的根 那么这是第六意思 必须靠着地七意思的根 还有境界 境界就是 跟言而鼻子身 一起起来的 来 第六意思 最会做意的 起心动念都是做意 再来 空两个 分别一 因为第六意思 本来就是分别一 染静一 第六意思 已经是意根了 所以分别一 没有打勾 跟染静一没有打勾 染静一已经是意根了 前面已经打过了 分别一就是本身的第六意思 所以这两个没有打勾 所有的都必须藏着 根本 根本 那么就是 所指的第八意思 那么种子意思 一定要的 没有种子 那就不可能 有这个第六意思 所以 所以第六意思有五个元 那么第七意思就更少了 第七意思是最少的 那么第七意思不需要面临什么境界 因为它是对内 执着第八意思的建分 对外作为第六意思的依靠 所以摩摩摩士 但做意 它只要做意 然后它老子 第八意思就是根本 然后第七意思 有第七意思的种子 所以第七意思 只有 做意 根本 跟种子 这个阿赖耶稣呢 阿赖耶稣呢 有根深器介种子 所以阿赖耶稣 有一切的境界 阿赖耶稣必须注意 那么阿赖耶稣 老是被染静一 就是第七意思的执着 所以染静一 要打个勾 因为形影不离 七八 这个是形影不离的 那么种子 一也是第八意思 阿赖耶稣 阿赖耶稣 那么因此 这些因缘法 八四的条件 也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底下有个真上缘 所缘缘 真上缘 清音缘 真上缘就是增加一层力量 增加一层力量 所缘缘 那么就是必须要藏着境界 所攀缘的境界 那么真上缘 也是 那清音缘 这就是根本 没有种子 什么都缘谈 叫清音缘 二十七页 八四九缘句 眼四九缘身 耳四围从八 鼻舌三三七 后三五三四 若加等五件 从同各家一样 眼四 就是眼四要起作用 要九个条件 才能够产生 才能够产生 耳四呢 只要八个条件 所以说耳四 为从八 那么就是不需要光线 鼻舌 生三七 就是鼻跟舌 跟生 只要七个音缘 三 就是鼻舌身 这三个 每一个通通 借着七种音缘 后三 五三四 后三 就是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后三 就是后面的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跟第八意识 五三四 就是第六意识 五 第七意识 三 第八意识 四个元 后三 五三四 是指 第六 第七 第八 五三四 是配对好 第六意识 仗着五种音缘 第七 是仗着第三个音缘 第八意识 价重的四个音缘 若加等无见 从头各加一 就是一切的作用 必须连续 不能间断 但是因为 这是已经理所当然 大家所知道的 所以不必加等无见缘 如果必须加等无见缘的话 那么必须从头各加一 从头各加一 就是说 言就变成十个音缘 耳就变成九 鼻舌声就变成八 意就变成六 mono就变成四 are就变成五 所以如果加等无见 就是作用联系 比如说眼睛 各位哈 眼睛 我眼睛啊 刚好在看你们 在看你们 空明跟镜 周围分别 燃镜根本 这等无见 连续的 连续的 没有打断的 我眼睛就继续看你们 就起作用 一下子 这个断掉了 东西遮起来 这个外缘 对啊 藏住了 这个外缘 藏住了 就没有了 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 无见就是连续 连续的意思 你没有这个连续 那就 没有办法 必须要有连续的作用 从头各加一 那么你从头到位 必须要各加一个 人员 好 二十八月 越来就越重要了 这个第六意识啊 要是不知道 那也很难修行 二十六 独头意识 动身也 发语也 隐瞒 二十八月 诸事独罪 轮回不停 我解释一下 什么就是独头意识 就不依靠外境 单独而起来的 名叫做独头意识 比如说定宗啊 比如说梦宗啊 比如说散乱 散乱意识就是坐着打妄想啊 散乱就是坐在那边自己打妄想啊 这是独头意识 这独头意识啊 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是单独起来的 不必接种任何的 它可以单独起来 动身乱意识就是发动你的身体去造业 发语业呢 是妄识啊 我们人都会说谎话嘛 说了一句谎话 要编造实际的谎话来弥补啊 人家才相信呢 两则 所以这些家有一句话 就是说造乌啊 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造乌 乌就是一个言 一个乌师 乌婆的乌 这个造乌就是乌中生有 造乌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他为了要让人家死 为了要让人家对他不好印象 然后 他表演上对你很好 告诉那些朋友 所以有时候 你去找他 这朋友乌烟乌的就不理你 你也搞不清楚状况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人家对我们有误会 结果竟然就是中别人的毒 这个人怎么样坏啊 怎么样坏啊 然后自己也没有智慧 去分辨 去查 然后那个打妄语的人 又说一句话 他说五音儿我爱死 那五音儿 那四年平台前我跟他借责 他跟你造乌的人 他讲给你听 然后他会告诉你 你如果不相信 叫他出来 我敢跟他借责 然后你就信以为真说 你看 他敢跟人家出来发誓呢 所以我告诉你们 听片面之词 你一定死的 你不可以听那个片面之词 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你懂吗 你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到底法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因果跟距离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要怎么样来修持 这是我几个最简单最简单的 因此我不允许我的徒弟出去外面 住一个晚上就是这个原因 强制执行我的借贵 就不准出去 跟这个在家人打成一片 你就必须要住在我的讲堂 佛座开除你 你试试看 你可不要这种徒弟 为什么要叫你们送借贵 不传是非 不说是非 不听是非 为什么要这样免听教练 叮咛你们一次 好不容易你发个心来邪佛 所有的功德 由你这只嘴巴花完了 开了就对了 真不容易贪一些功德 这些嘴巴开了就可怜 两色 再来就是恶口 这个恶口啊 我想学佛的人大概就比较不会啦 这个恶口就是骂 骂人家 骂人家 这个有 有邪佛的 有这个邪佛的 骂他弟弟骂的 你这就这么厉害 我就不想给你看 我亲耳听到的 所以我很惊讶 竟然是我的徒弟 很惊讶 surprise as punish 我很惊讶 surprise 我告诉他 哎呦拜托 那是你的小弟啊 你也不能 乱乱乱乱乱乱 乱乱乱乱乱 没有办法 再来就是奇语 奇语就是赞叹盈喻的 哎呀这个结婚多好 哎这个结婚有多好 你不想谈恋爱有多好 就讲一讲讲一讲 那个黄色的东西 让你下线说 哦那个沉迷在那 那一种那一种 男女之间的感情的束缚 也就是奇语 反是有关于黄色的 都叫做奇语 第四个 就是隐瞒恶业 哦这个第四的隐瞒恶业 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 很多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隐业为第六意识造隐业 怎么讲第六意识造隐业呢 阿比拿起来 你要注意听 隐就是强有力的造阴 不是阴业的阴 是阴果的阴 强有力的阴 来能隐第八意识 受六道轮回 是义书总报 就是果 果 知道吗 隐业就是 第六意识 它就是分别性 这个强烈的分别性 使你活得非常痛苦 使你活得非常痛苦 这个分别性呢 使你没有办法回光还照 你整天都是沉迷在自我的 这个分别里面 这个分别性有多可怕 分别性就是一种妄想 这种妄想就是控制不住 不管你白天也好 包括你晚上也好 做梦 这个都是分别性所起的作用 乃至于你坐着在那边呢 自我的这个妄想 这个也是分别性的一种 凡事啊 能够以这个分别性去造 造这个隐业 就是隐这个第八意识 去受这个五趣之义书总报 就是受六道轮回的艺术总报 那么满业呢 就是能够签第八四 受五趣的苦乐等别报 以前呢 我听的唯事啊 听了五六遍 你还是搞不清楚什么 就是隐业 什么就是满业 因为都这样解释实在是看不懂 对不对 都看不懂 我现在用个比喻 你们把比放下来 然后注意听我的比喻 我的比喻 我的比喻 你要注意听 很简单 今天你才会搞清楚 隐业跟满业 我听过六次的威士 竟然在第五次 才搞清楚说 是什么是隐业 什么是满业 你现在看 可是今天换师父来讲了 那就不一样了 我一次就叫你清清楚楚 因为我有这个智慧跟辩才 你要注意听 很简单 不困难 隐 你说你现在在造业 在造业 这个造业 我现在用例子来讲啊 比较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杀猪 杀猪 免得杀猪 免得杀猪 那么这个第八意识 第六意识就分别嘛 为了赚钱啊 我需要养家 养我的老婆 养我的儿子了 一样就拼命的杀 拼命的杀 杀杀杀 拼命的杀 他这个第八意识就 整个灵性就没有了 那么他一天到晚就杀了 整个这个灵性就 就变成染污了 严重的染污了 然后 这种强有力的力量 就一直变成 他来世脱胎的力量了 一直牵引这第八意识去造业 对不对 造业以后就一直存在第八意识了 好 把这个 把这个第八意识一下子 引到畜生道去了 出生道去了 变一只猪 变一只猪 诶 这只猪刚好 不是人家用来插的 人家用来表演的 诶 这个猪还是白毛猪呢 诶 这白毛猪 还给它接一个啾啾呢 还给人家看呢 诶 还蛮好的 诶 没有杀 诶 然后 诶 为什么 他能够这样子 跟一般猪不一样 哦 原来他杀猪 后来啊 人家在讲经说法 他也来听了两个钟头 因为听不懂 也是坐在那边 人家后来念了五分钟的阿弥陀佛 诶 他就凭死不报 免刀 免这个刀难 他本来杀了一生一世的猪 可是人家听他的听听 诶 他听了两个钟头 其实也听不懂 在后面也跟着人家坐 坐了五分钟念佛 诶 就 因为他造的业因太强了 后来也没有在念佛了 诶 哪一世变猪 把他这个满业 就是说 他的福报全部都 把它灌满了 这个福报灌满的就是说 他该享受多少 就享受多少 该什么业 他就必什么报应 这个满业就是说 你从小到大 你长多高 你的福报 你吃多小 住点喝水 满业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用这样来讲 还不清楚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我们做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这个猪 这个猪 比较小只 这个猪比较大只 然后这个人比较高 然后这个人比较小 然后我们用水把它灌 这个小型的水 只有灌一点点水就满了 大型的这个猪 灌了很多 还不会满 对不对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水就比喻做福报 福报有多跟有少 那么他能容纳多少 灌到多少 灌给他满 灌火一万就行了 那么比如说 你今生今世要去算 要赚多少钱 你今生今世要赚多少钱 你要赚了一千万 那你就必须死 你就必须拼命的赚赚赚赚赚的九百 九十五万了 最后拿到一张支票五万 等明天车祸死了 虎包消失了 你知道吗 满业就是一种定数的享受 你要享受多少 你要享受多少 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积极的去追求这些金钱 你该有多少福报 逃不掉的 也不要乱用钱 不要乱用金钱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饮业满业 饮业满业 就会有一点点的了解了 好 所以再看第四个解释 饮满二业 饮满二业 饮业 是说第六意识的分别性 去造饮业 能饮 这句话要注定 能引导第八意识 受五趣的艺术果报 好 能引 就是第六意识造业 比第八意识 是偏偏去受罪 造业的是第六意识 竟然第八意识在受罪 所以第八意识 就是说 台湾话的初始就是说 真碎 人家在造业 我在担备这样 担备就对了 第六意识是像鸟鸟儿子 有没有母的 第八意识像鸟鸟鸟儿子 这样 人家在担备的母 就是这样子 第六意识 造业业 就引第八意识去受苦 满业 就是能牵第八意识 到哪一个道去 受这个五趣 苦就是你造多少的业 你就受苦 你造多少 你布施多少 欠多少众生念佛 那么就是乐 你该想多少乐 该做多少苦 那么就是你出生以后的事情 人的苦乐报不一样 天的苦乐报也不一样 出生的出生的苦乐报也不一样 所以 引业就是总报业 满业就是别报业 个别的受报 那么总报业 就是说第八意识的总报 别报 那就是把它灌满 二十八页的最后 第六意识 五句意识 称作明了意识 明了意识 就是前五次同时要起来的 那么以前面五次同时起来的 就称作明了意识 那么以前五次不同时起来的 叫做不具意识 不必应用到第六意识 那么不具意识又分成两个 也叫做五后意识 就是前五次看的 然后单独的 就是五后意识 或者是不必对境界 因为坐在那边自己 打妄想或者是入定 那个叫做独头意识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有很多的名词 你叫五句意识 就是明了意识 为什么讲五明了意识呢 因为言而逼之深 攀岩这个境界 那么第六意识 就附在里面分别 所以就是明了 要使一件事情了解 就是明了意识 不具意识的 那么就是五后意识 就是前五次看完了 后面单独起来的 不必面对着任何的境界的 独头意识也是 我们再看明了意识的底下 有个五同元意识 不同元意识 意思就是说 第六意识跟前面五次同样 攀岩一种境界 这个叫做五同元意识 五同元意识 是明了嘛 那么不同元意识呢 就是说 前五次有的起来 有的不起来 也不同元 不同元 你懂? 有的不起来 就是眼是起来 而是没有起来 或者是 眼而对有起来 后面没有 是五同元 就是前五次 同样判圆这个境界 然后第六意识 就夹杂着分别 存在的意识 那不同言意识 第六意识就是有第六意识的 然后你眼睛现在看 可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心不在冤 然后就不同言 所以这个不同言 也有不同的意思看法 一种就是 言而鼻则生 没有同时起来 那么有一种是 第六意识不支持它 没有加入这个分别 没有加入这个分别 而作用就不起来 底下有个不具意识 就是午后意识 也就是独头意识 午后意识 就是前无序 动一个念头去看 那第六意识的分别 分别以后 化作 化作一种观念性的东西 不必对境界 化作一种观念 这个就是不具意识 不必面对的境界 有所作用 但是前面 有接触的境界 那么独头意识 就是连境界都没有 这个午后意识就是 前无事 还配合着境界起来的 独头意识就是 连境界都没有 比如说你打坐 你打坐以后你坐在那个地方 入定 那是意识暂时没有分别心 意识暂时没有分别心 当然是定中意识 独善意识 我们所谓的妄想 就独善意识 就坐在那边打妄想 也不看电视 也不听 坐在那个地方 自己观想 下个月做什么 听经文法 有的人考虑 要出家 还是要坐在家 一直在善地考虑 那么独善意识 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不考虑任何事情 坐在那边 就让他一直妄想纷飞 控制不住 所以 我昨天 前天 在这个熊中 讲大祖和尚中的法门 就讲了一句话说 人无百岁瘦 常怀千岁忧 这是独善意识的 最厉害 最明显的写照 人无百岁瘦 人的活的 寿命的 不可能超过一百岁 常怀千岁忧 想象的都是 都是一千岁 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人很可怜的 他活不到一百岁 他每天都要打妄想 打妄想 所以 你现在看 有的人六十几岁了 死了老婆 然后 结婚 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众生没有碰到火花 是蛮可怜的 六七十岁了 还想家结婚第二次 对不对 这个妄想很多 很强 降伏不到这个欲望 独善意识 再来 梦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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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们晚上都休息了 这梦境 就是一种记忆的残影 然后编织 加上一个我值 因此你在梦中 可以看到你自己 有时候看得很清楚 有时候看不清楚 我们今天的三合大地 也是这样子 我们在梦境里面 可以看得清洁清清楚楚 碰到恐惧的时候 逃跑 碰到 捡到金钱的时候 很欢喜 一醒过来 什么都没有 人活着这个世间 也是一样的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时观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赶快掌握 机会去行善 你不要囤积了 那些金钱 死货 你就带到 元老王那边去 能做功德的机会 要赶快 但是不能乱花钱就是 你要做有意义的工作 布施是很好 但是也必须要做 有意义的工作 你不要 有了钱了 就乱花 然后要行善做福报了 就没有钱 你乱花钱 你的老公就会把你收起来 今天出去也没钱 你明天出去也没钱 好了 老公一讨厌起来 请收起来 你就收起来 所以说 花钱 还是要小心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说常常买东西的人 有一天就会被东西所买 常常买东西的人 有一天就会被东西所买 这句话你听不着呢 常常买东西的钱店也开了 花到路边没钱了 他就贫着艰苦了 被东西所买 整个心就被东西买走了 拿不到东西 这还是要节俭 该花的 就不吝啬 像今天 我们说 要送雄中250本 这太好了 这是无量功德 250本 才25000嘛 拜托人家看人家都不看 这竟然学校的校长 还说要看 半夜都要送给他 半夜都要送给他 对不对 就是250本 论本钱才1万多嘛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需要做一点功德 就拿世俗题来讲嘛 所以他们看来这第一次 哦 那是反应 不错 火星会的反应不错 这样子 二十九月 六四献起 前面五四献起来 谁言之忌缺 忌起或不起 谁言之忌缺 有时候 前五四 隐言忌足了 他就作用啊 那么 因言不具足 就不现行啊 具取 或不具 就是五四啊 同时起来 或者是 只有起来三个 或者只有起来一个 两个 一四 一四 前五四 或者是六四 一四就是第六意识 就是一子阿赖耶识 一子阿赖耶识 限起 第六意识有这个 限起 就起限型了 第六意识有时候啊 而且联系的 作用 长起 长起 几乎第六意识 几乎很少有听过的 五位不体 就是五种情形 第六意识 没有 作用 第一个 叫做生 无想天 这生 无想天 跟无想定 并不一样 无想天的意思 是说果报来讲 他 有修了一些善业 十善业 还修了不动业 就这样修无想 就是出众的第六意识分别 他认为这个不好 那就不要去想事情 啊 然后明明 让这个脑筋里面脑袋空空的 他以为这个叫做解脱 他的报 是报在无想天 那是因为那个果报 就是这样子的 这五位不齐啊 是有的是暂 暂时不起 有的是永远不起 像灭尽定 就永远不起 灭尽定 就是正阿罗汉国 断分别 那就永远不起 像无想天 无想定 睡眠梦觉 会再起来的 无想天 是果报天 无想天 不是这样 无想天 是人间也可以修 比如说外道的 他修这个无想 他一做 就禅定功夫 就做着 就无想 第六意识 出众的分别也没有 所以无想天 那么 是果报天 那么无想定 就是你只要在人间 像外道的很多次 修无想了 也可以做到 第六意识 不起来 暂时不起 不是断 再灭尽定 那就是罗汉国 正阿罗汉国 把这个三界的烦恼 第六意识分别 先 都断掉 然后断第七意识的一半 半分 第七意识 分我执跟法执 分我执跟法执 是灭尽定 就是断第六意识 跟第七意识的一半 就是我执 断掉我执 那么法执 那么就是菩萨 慢慢断的 所以 我执叫做见识或 法执 又成杀祸跟无名 法执就包括成杀祸跟无名 所以 灭尽定 只断我执 只断我执 那么我执这个见识 不起来 那么当然 第六意识的分别性 就没有作用 大家都 与我执 我执 谢谢